太平街的結局編 我想跟大家說 從今天開始 我已經不是太平街的街訣 做人要頂天立地 這也是我創立天地幫的理念 好像爸爸一樣 用自己的力量去保護應該保護的人 因為我已經不能夠令太平街太平 哈根達成軒 太平紋身店結局編 今晚九點半 好